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心的旅館都有一個自助早餐 早晨啦 我們今天要逛WICO的行山徑 希望平安 因為剛才聽當地人說 又可能會見到熊癮的 不過他說早上通常都睡覺 晚上才出沒 我們去了附近的村子 我們準備上這個高山 我們終於找到第一個指引 左邊三個小時 左邊全部不要走 出發行山啦 我們最後選了一條三個小時一程的路程 來回六個小時 原路都會有指示牌的 所以很安全的 條路都很清晰 不過很舒服 因為我們現在是由一千海拔 要走上二千海拔的山頂 走了大約半個小時 走到大約半個小時 閃閃亮的地下的石頭 閃亮的地下的石頭 這段路都頗害怕的 插錯腳就滾下去了 嘩 我們現在走過來 一定有 一千五百米以上 真的要走開山才好你走 對呀 加油呀 很特別呀 這裡 喂 發現了 好大堆 新鮮的屎 不知道什麼動物會上到來這麼高呢 竟然有人在 二千海拔高的山上 建了一間屋 這就是一種什麼的體驗 我們是由那條村 一直走上來的 現在時間是 下午 2點 15分 剛剛遇到那些行山的人 或者我們上到這間屋 就可以看到一個小湖 不過呢 如果要去大湖 要走多一個半至兩小時 不行了 我們遲了出發了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那些日圈要八點了 在上面看看那個小湖 就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 天黑時間是五點半了 如果入夜落山就很危險了 終於登頂了 啊 就是這個湖了 好 先看看這間屋 應該已經沒有人住了 嘩 這裡看大一點 我們終於到了 夏天應該會多一點水 三個小時 有沒有爬了三個小時 不止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 三個半小時 我們已經 很成功 我覺得已經 好累好累 但我們看到這條村 終於回來了 我們又一起達成了一個目標 好了 來回差不多七個小時 好漂亮 現在是日落 回到石板村了 這裡的餐廳很有情調 不過這間又是沒有東西吃的 哈哈 他只有飲料 不過真的很累 先坐下喝杯 好開心啊 走完山 有杯鮮橙汁 好棒啊 又是這個雞粥 這間又好吃到N Call 不過今天我們是叫牛扒 好棒啊 這個炭燒牛扒很好吃 好 而且呢 一份有兩個人吃 好大大 好大大 這個卡位 要十三個七歐羅 我們在愛琴斯吃飯 我們這次的路程 一開始就沿著上山 然後回亞典的路 沿著海邊走 自駕遊的好處就是 你想去哪就去哪 我們沿著海花 亞典的途中呢 經過了一個叫愛琴市的地方 然後找了一間在海邊的餐廳 好有感覺啊 哇 亞典市中心呢 千萬不要開車 因為很失車 街道很窄的 還有有一邊可能拍滿了車 所以去到亞典市中心 我們就還車了 哇 幾經辛苦呢 終於來到亞典這間酒店了 一進來就 看到一個廁所 一間很大的廁所來的 接著就有一個很大的廳 哇 好熱鬧啊 這裡 我看到 這裡是看圍城的 不過圍城在哪裡 不是啊 這裡啊 這裡才是圍城啊 通常旅程的最後 我都會住得舒服一點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點吵 你試一下關了窗 看看有沒有這麼吵 你關了窗 又 都OK 接受到 但沒有冷氣 我可以有冷氣的 和大家總結一下 今次這個 環迴路線的road trip 總共就用了我們 大概45歐元的路費 另外呢 入油我們入了三次 總共就入了143元 我們酒店上 我們酒店上面有佛山 麻煩這麼多人上來 看著這麼漂亮的圍城景 這樣的DJ打碟 都只是 11元歐羅賣單 我們酒店呢 是包早餐的 就在對面這間 咖啡廳那裡吃 這裡好多聖誕佈置 好多聖誕佈置 聖誕節來雅典市中心 必去的景點 叫做little cook 最好就是晚上來 穿了燈超漂亮啊 不,就是剛好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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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上去 這番小紅色 超級有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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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喔 噢 哈哈哈 冰湿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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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